繼續來看是一個相當驚險的救護現場 這是在日前有一名61歲的創生家屬 他在騎澳大街經過民生南路 還有航酒三家路口的時候 被路邊一台小客車 因為沒有注意到後面來車的狀況 向向中車門打開 就像這名創生家屬先不及時 一直在弄到車門 剛以期小風教接到通報後 是派遣人車全都救援 好知這名的車屬並沒有大概 在經過救護警員賓國後 將他送到病院接受 前一步的治療 那左小腿有差傷的情形 那患者表示是在行經這個路途當中 這個路旁的車子突然把車門打開 那導致他閃避不起撞擊然後跌倒 那有受傷的情形 那這邊也呼籲市民朋友 停在路邊要開車門的時候 必須要留意是不是有來車 以保這個交通安全 該一種最重要的體制民眾 用路人路邊停車一條 開門車尊修二段式開門法 為左邊落車時用駕手開門 為駕邊落車時用駕手開門 為駕邊落車時用駕手開門 期待會兒